新年快樂大爆喜在這裡供祝大家 萬事勝意身體健康 打工的升職加薪 做生意的一本萬利 也祝各位玩具迷在套年可以不用吃炒 一般發售就全部都訂到 Hello 歡迎回來大爆喜的開箱時段 阿喜在年初四繼續和大家玩玩玩玩具 今年年初四是紅一 不需要年初四的樣子 不過 今天要和大家玩玩的玩具也令我相當困惑 先說了今天玩什麼 今天要和大家玩的是 BANDAI SOKUGAN MODERING PROJECT R1 OUTGUN 先不說盒子裡面是怎樣 價格是怎樣 看這個封面 真漂亮 真有心思 合併封面 組成SRX的LOGO 是有點有型的 上面這樣 我最喜歡的是它 它有印兩個駕駛員的樣子 即是龍勝和伊古拉姆的樣子 在這裡 這個我是喜歡的 即是不理老千千直連出成怎樣也好 我總是覺得 BANDAI在包裝 一些美術上的設計 是厲害一點 我覺得 它後面有張圓設定的插圖 BANDAI的美術真的比較漂亮 好了 全城葉畫 即被譽為最多人棄單的系列 究竟為什麼呢 以及值不值得買呢 我們現在開來和大家看看 小弟懷著一個非常複雜的心情 砌好這兩盒食碗 真用餘下 R1除了本體之外 有一個專用的STAND 有個盾 有一把BUSDETO LIFULU 有一系列不同的手型 都相當多的 1、2、3、4、5、6 6種手型 這個驚為天人 握槍的手型 一會再恥笑 R1就是這樣 R1就是這樣 R1就是少一點 手型依然有 有五種手型 有TRIMAGULAM LIFULU 有BIMUKATA SOTO的那個瓶 還有一個專用地台 另外 還EXTRA多了一塊臉 一會再講 陣容就是這樣 為什麼我說心情很複雜呢 如果有跟貼一些玩具行程的兄弟 都會知道 接下來出來的R2 R3 和他們的Option Park 嘩 頂這個費 成2200 2300 加上這套東西成2800 才合到SRX 價格是直逼千席鏈的完成品 令人相當之卻步 一個這樣的價錢買Candy Toys 真是令人非常之看顏 小弟就訂了 下了搭 因為我訂的時候 R2、R3 還未開訂 就想便宜便宜便宜 又多一隻SRX 玩一下也好 誰知道 中伏了 真是又怕它很廢 砌到我發問 又怕它砌出來很好 即是好 我就會想買R2、R3 心情真的複雜到一個點 到這一刻為止 我還未想清楚 究竟之後那套買不買好 我們現在就逐一隻看 先看R1 Everywhere you go Keep fighting R1 好了 我們現在先看R1 先砌好的時候 第一個感覺就是 身形這麼古怪 感覺就是腰很短 頭很大 肩膀又很大 之後好像沒有下盤的Heap位一樣 整隻東西的線條是相當奇怪 當然也體會到要變形合體用 整體砌出來的樣子是頗差的 因為我有一個想法就是 如果我不買R2、R3 我就這樣玩R1 會不會有其中的樂趣呢? 我有一個著眼點在這裡 所以憑著這一點去想 就會覺得 嗯 這東西的身形很古怪 手型我現在是用了一個變形用的 有些造型先行的手型一會再換 老老實實 我第一次打開一盒東西是被它嚇壞了 件的數量好像看上去多多地 實質拼起來不覺得 另外最重要的是 嘩貼紙 好懶多 嘩你媽媽的兒子 四十多張貼紙是否太多 還要每一張都是很軟軟沙沙 零零星星一樣 貼紙的量就嚇壞了 但是也要組裝 轉個圈給大家看 前面 側面 後面 正如剛才說 貼紙就差不多四十幾張 預先上色的地方 都有些 即是肩頭的紅色 小腿的紅色 好像有些 又不是十分之多 近一點看看它的樣子 作死它 zoom到這麼近 雙眼都好像不太能看到 頭型 我自己就覺得不太相似 比原設定的感覺 好像一顆球 的感覺 這個 嗯 旁邊的黃色 大家應該都看到是貼紙 暫時還未崩花冷裂 還未披口 算了吧 讓它過鞋吧 接著試下殘念可動 頭有波裝 左右旋轉 接著到手 可以平曲 這樣 向前移動就有少少麻煩了 因為肩手的甲 是連第二次的 booster 一動 其實你要移動 將它移動 才會把手上來 這個設計有點移 呆 手臂可以旋轉 前臂也能夠雙重 拳頭是波裝 腰有個旋轉 之後就到殘念下盤 即是股關節的位置 如果不做任何手腳 腳基本上是遞不起的 因為它會被裙甲頂住自己 唯一的方法就是 把這塊甲轉開少許 這樣就可以遞高腳 但你看起來就會很奇怪 很不似人形 當然千席鏈那隻也有這個問題 打側就完全沒有 向後有的 大腿有個旋轉 小腿 Double John 摺得也多 腳掌有一個波裝連接 另外也可以做摺地 可動的設計真的有點差 接著試試拿武器給大家看看 先先玩一把 讓我遺忘了那把小刀 這個位置 我覺得這個位置設計得比老千 它是可以打開的 接著之後 再拿把刀出來 這樣吧 這一把就叫Goludor Metal Life 兩邊都有 這邊一樣 這樣配合地台 放少許姿勢 那個樣子就是這樣的 嗯 即是擺完姿勢 更加顯得出他的身形 是很奇怪 嗯 大概是這樣 接著我們就試拿這個 雙槍 Gini Boluwa 亦都是被我認為這盒模型 最領天才的地方 我們先拆了個 槍出來 像上次說的 兩把雙槍 拆了出來 正常人的想法就是 喂 你找一隻拿槍的手型 就可以拿到那把槍 哇 Bandai 的員工 我真的覺得是天才 他竟然就 發明了 一個手型是連著槍柄的 喂 究竟是怎樣想出來的呢 這個拿槍的方法 然後你就要把原本那把槍的槍管 拆出來 就放進去 之後 原本的槍柄就可以 扔掉了 喂 大哥 為何要這樣做 是否做一個拿槍的手型 是這麼困難呢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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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拿了Gini Boluwa 效果就是這樣 一直玩的時候 心裡面都不禁讚嘆 Bandai 拍照的那班同事 哇 真的很厲害 他要在一個很有限的關節 然後放到一些 好像很有躍動感的姿勢 給大家看 我看回那個盒子 其實他的照片 全部好像很有躍動感 但是 他沒有一張照片 是一隻手正正經經向前提 全部要打側 好搞笑 設計真的差一點 真的差一點 現在呢 就拿了這個Busteto-Liflu 和那個盒子 那把槍呢 我就沒有什麼意見 反而那個盒子 我就有點意見了 如果有看我 之前晚上 千夕年SRX那條片 應該大家會記得 那個盒子 是SRX的頭來的 所以都大大的 他呢 就好鬼笨擦 只有一個裝 直出直入 就插手背這個位 變相呢 如果你的盒子 想這樣 就直手 一定要關節向來 就是這樣 就不可以關節向外 把盒子放在旁邊 其實很簡單 你弄一個L-Shape的接駁拍子 就可以把盒子放在旁邊 L-Shape的接駁拍子 不怕影響到紅色這個拍子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為什麼 又是 哎 真是豬鬥少少 師傅 由於關節限制多多 唯有跟盒面打側放一些POSE 現在這個就是天上天下 連動破碎劍的手型 那麼 呃 這些位置 這些小拍子 這些東西是做得足的 T-RING NACKO 最後呢 就換上這個走型 整隻手 是預先上色的 這個青竹色是預先上好的 那麼 這一盒東西就沒有老千那些 照紫外燈 接著有些髮毛青色的低能效果 不過呢 我覺得 反而這樣幾好 這一隻色是順眼的 起碼不用在古靈精怪的情況之下 才能發動到那個效果 剛剛也說漏了 它有一個位置 我想是應該貨合體用的 它有一個 反向式的BUTTERFY磅 就可以向後拉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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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抹得多一點 一隻手 向後反 就怪雞一些 嗯 叫做在很有限的可動之下 擺到一個比較有動感的姿勢 這樣試完拍子 就試試 將R-1 變成R-Wing 我們變形之前 要換那隻很小顆的變形用手手 R-1變形其實都少不免 將一隻東西打散 正如老千那隻 這樣也是 不過呢 今次呢 SMP這隻呢 我自己覺得 就來得簡單少少 一路拆下去 這隻腳也是拆出來 都是跟老千一樣 都是拆到支離破碎的 裙底這兩支PIN 都要拆出來 最重要是分左右兩支 一路變形的時候 其實有個小問題就是 這兩塊是貼紙 其實你這麼用力 即是要用力拆出來 其實是很容易撞到PIN 即是翼這些位置 這個主要這麼大塊的位置 是很容易撞到PIN 即是沒什麼辦法 但都 兩邊腳的變形一模一樣 我們就用右腳去示範 先先把小腿摺上來 然後打開膝蓋 之後就摺到一個 色套的形狀 之後就把槍托反下來 然後就把灰色的關節 向內反 把槍托向前反 之後再把槍托向這一邊 然後腳掌這樣切 然後就拉出一點 只是拉出一點 就不是完全拉出的 大概一個這樣的模樣 大家會看到這裡有個洞 現在就拿回剛才在群尾拔出來的裝 留意方向 短這支就向前 長這支就插入這個洞 下面有一顆的露出來 露了一顆的 好 對下去 手都簡單 我們先打開紅色這個位置 接著就把手腕轉進去 有個小問題就是 變形用這個手手 手背就貼紙 我想多變幾次就收皮了 接著就把手扭到這個方向 接上去 把Booster扭來這邊 打開到翼 接著 拉出這個黃色的裝 接著就拿回剛才變形的腳出來 這裏有個的 這裏有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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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進去 這樣手腳的準備就完成了 然後就到個本體了 這個位置令我感覺到是最似老千 我們這樣打開背部 然後拉直頭 接著就把這塊Panel 向前推 再翻開頭 但其實 這裏都不夠 都是在背部 出到耳 再把胸口這樣向前推 OK 這樣 變成一個這樣的形狀 把頭折上去 雞兒把這支Hinge 這樣接上去 接著就可以關上這塊Panel 本體的準備就完成了 跟著 跟本體的接駁 就很簡單 這裏有兩個棍 這裏有個洞 我們先把手刺在背部 然後把接駁位置 讀在原本手的位置 差不多成形 比起老千 就真的簡單很多 那邊形 接著就拿出個盾 把這塊藍色Panel 就放下 會有兩個洞 一支棍子 兩個洞 就放在腰上 這兩個Panel 對準 那兩個洞 就放進去 然後 然後 那個Panel 就可以刺到珠甲 這個洞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大致完成 接著就 上一些槍 上去 最後 就把來福槍的手柄 收起來 然後 就放在機翼 好 R-Wing 就完成了 Stand 其實就是R-Wing 專用的接駁洞 其實與其叫接駁 不如說 有個Panel 剛剛好兜著 R-Wing 就可以這樣 R-1 的把握 就來到這裡 我們玩完 R-1之後 就開始玩 R-Gun 其實這隻 R-Gun 整體的表現 我覺得是比R-1 出色 不論分件 貼紙的數量 還是環視可動 都我覺得 是做得比R-1好的 好環好 但也有些地方 我覺得是一般的 首先 第一個項目 我覺得這是見人見知 未必真的差 就是整隻東西的顏色 很紫色 紫到 我砌到半小時 我以為自己在砌 標輝那隻 八萬顏色 特別是隻腳 很有八萬顏色的感覺 我知道Katoki老師 很喜歡用紫色的顏色 就是了 這樣R-1就很正正常常 R-Gun就好像偏紫 很奇怪 如果跟Katoki老師 紫色的顏色 你那些白色 都應該是很淡很淡很淡的紫色 現在就好像 做點又不做點 第二件事 就是臉上 我覺得長了少少 還有腰好像短了少少 因為臉長了 腰短了 你看上去 搞到頭好像很大 這個頭身比 好像腰短 即是 老千那隻不可以完全變形 但是老千那隻 就是前夕年那隻 整體的身形 是比較洗練 比較有型 雖然原設定那隻 我不見得腰特別長 但是 你現在出來實物 看上去的感覺 我覺得是不好受的 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腳跟這個位置 比較小 這樣就經常出現一些 不太平衡的狀況 這個是要留意的 先說了貼紙分佈 比起R1 真的少了很多 眼睛 閃藍色 額頭的螢幕 豬炮旁邊這條灰色的坑 算了 真的不是很多 這個我覺得是抵讚的 後面這四顆黃色 還有鞋跟這個灰色 是貼紙 還有一張貼紙 就是Bimukataru Sodo 這兩塊灰色 現在轉個圈給大家看 前面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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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旁邊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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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 是這樣的樣子 預先塗裝就有手搶這個位置 頭部的黃色 紅色 頭頂的白色 都是預先上色 至於身體的其他黃色 全部都用分件去做到 不用搞太多貼紙 近一點看看樣子 Zoom 近了之後 更加顯得出頭有點而大 腰有點而短 這個問題 看上去整體的比例 我自己覺得是不漂亮的 OK 開頭我不是說有一塊 Extra 的面多出來 這樣就有一個好處 因為它貼紙有兩款眼睛 一款就是兩隻眼珠這個 另一款就是全藍色閃亮亮這個 我開頭是傾向用這塊面 但因為它的面型太尖 和貼紙我覺得做得不太好 裝了眼珠這個面上 看上去的感覺是有點奇怪 結果我也是選了全藍色這個 比例怪就還比例怪 始終看上去 人形的感覺 是沒有那麼支離破碎的 頭就波裝 左右的旋轉 向上網也有一定的幅度 手可以平舉 這隻不用擔心 可以向前看 向後也沒有問題 手臂有個旋轉 前臂可以接到這個幅度 拳頭現在也是用了一個變形用的拳頭 手臂也是貼紙 拳頭就波裝可以旋轉 腰有個旋轉 腳可以旋轉 前面這隻腳尖也有個活動 另外也有一個接地的幅度 大概可以扭到這樣 至於背包的位置 這個位置有一個Hinge 裝 就可以這樣活動 也可以旋轉調較高度 Bimukataru Sodo 這個位置有個旋轉 也有個裝可以上下活動 少量 但是這個位置很軟 裝很淺 經常動兩下脫掉了出來 自己覺得比較麻煩 整體可動度是比R1優秀 但是我玩下去的時候 有幾個位置 我覺得是比較容易脫掉的 一就是背包的位置 剛才也說過 二就是腰轉轉 好像脫掉出來 鬆緊度好像差一點 令我有些擔心大合體之後 即是如果我買大合體 整體的鬆緊程度是令人擔憂 現在就拿了Trimmar Gullam Nifuru 換了一個拿槍專用的手型 這邊就換了一個攤大的手型 以及用了這個專用的地台 刺起它 效果大概是這樣 那個左輪裝子彈這個位置 其實是分件來的 但是就不會轉 我以為會轉 等我還好像傻佬一樣 捉了它幾下 頂 天啊非先 擺完這個姿勢 我馬上想起大內密探靈靈法 天啊非先 那個姿勢 現在就拿了兩把Bimukataru Sodo 他很過癮的 他拿每一樣武器 都有一個專用的手型 不論是拿一把Bimukataru Sodo 拿槍還是拿合體版 都有一個專用的手型 效果大概是這樣 最後就拿了兩把合體的Bimukataru Sodo 這個位置是做得好過老千 他是有一個專用的手型拿著的 因為兩把合體之後 那個Bimukataru Sodo 是比較粗的 老千就沒有一個專用的手型可以拿得住 反而SMP這個就有的 手型就這樣 很大個洞 上次都說過 基本上是浮空俠了之後 就飛出去 沒有怎樣找手拿過 不過也算是有個Pax 去滿足大家的想法 我覺得OK的 接下來要玩的Gimmick 可以說是 完成千隻鏈的 是拿奧波多的R-Gun 因為這盒SMP 是可以完全變形做Metalogenicider的形態 而不需要任何的拆件 這個我覺得是很加分的 跟剛才R-1一樣 變形之前就要換這個 變形專用的拳頭 比較小一點 先先我們就解開後面這個白色扣 接著就把它的豬 反低 來到這個位置 叮叮叮叮 之後就把裙甲向前揭起 後面也是 之後就把下半身轉來這個方向 大腿這個裝 就把兩隻腳 轉來這個方向 稍微打開一點 拿一點空間 就把腳眼這個位置的白色扣 打開 這樣的 這個比老千那個好多 老千那個又要換件 又成低能仔的設計 這邊這麼固實的 好搞定 接著我們就要拉長這個位置 慢慢 退出來 去到這個幅度左右 這邊一樣 之後我們就把腳掌翻上去 把鞋子也翻上去 這樣的樣子 之後就把兩隻腳拍起來 那些裝就在白色的四塊東西裡 應該是實正的 這個位置 開 開 這樣 但是小腿這個黃色貼紙 就會撞到拍拍聲 玩了幾次 我想這塊貼紙也不用了 反一條裙子下來 前後也是 剛才也做漏了一件事 就是把膝蓋 反向上 到處理一下槍柄 先先 就 反起去 接著就旋轉 向上 這樣的樣子 之後呢 就移回去一個硬的位置 接著就把 把那個Bimu Kataru Sodo 這樣反來這裡 躺下 這邊一樣 哎呀 地獄都說這個裝很淺的 然後呢 就這樣反上來 雞耳呢 就拍起來 這樣 接下來這個位置 我覺得挺好玩的 就是呢 把背部這樣 整個打開 OK 接著呢 就把頭呢 向後睡一點點 然後呢 身呢 就可以整個身呢 向前反 哎呀 這隻耳仔呢 這個位置呢 其實不是很夠位 這樣的樣子 變了 然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位置 其實是一個扣的 就可以呢 將整份東西向前反 之後呢 就關閘 OK 再將它呢 向前反一點點 這樣的樣子 接著呢 我們就可以呢 將這份東西 整份呢 就躺下 再將呢 紫色呢 這個背包 這兩支耳仔呢 就 向前反 差不多 搞定了 拳頭這個位置呢 其實這裏有粒的 就可以呢 收起來啦 收起來啦 把前臂呢 大概轉來這個位置 預留一點點位置 一會兒要按下肩膀 不然呢 就可以困到手臂那個 臂手型的物體了 然後 縮下肩膀 然後呢 然後呢 向後反 之後呢 這個關節呢 就可以向下屈 幾乎扭了這個步驟 就是把鞋子呢 收起來 收起來 這樣呢 這個自走炮 Metalogenesider 就完成了 它的地台呢 其實就可以改變少少方向 就可以Display Metalogenesider 的形態 這個呢 我覺得呢 有個好處就是 夠細把啦 夠輕啦 這樣呢 千直連那隻呢 我想可以隨手 就可以拿起 我一會兒試一下 給大家看 感覺呢 大概就是這樣的 先不要計身形比例 以及一些質料 在設計方面 真是完勝老千那一隻 為了驗證我的想法 我現在呢 就拿了千直連那隻SRX出來 其實我都忽略了一點就是 因為SRX的炮掌手指 根本就沒有辦法 拿得緊這把槍 因為它沒有卡準 卡住它 其實都要託一下 就不能夠單手舉起把槍 雖然呢 就不能夠拿得緊 但是呢 因為那個模型 比較輕聲聲 我估計呢 即使呢 合到 RXPOWARD 它也是可以用兩隻手 抖著這支炮 都不會跌的 我覺得是可以做到的 大家可以想想 如果我有買千直連那隻 扣這個SMP的炮 來用 好像都可以 可以想想 這個POINT 好 進入這個高度對比的環節 其實兩隻東西呢 就小過XG1比144的模型少少 跟SHF的比例就大概是這樣 都是矮少少的 還不算很大隻 曾經有兄弟留言說 喂 對比高度啊 你找馬尺度一度就知道 哪有需要搞這麼多東西呢 因為有時候呢 就這樣給你一個數字呢 你又很難量化它 即是沒有那個概念 有隻公仔對比一下就好些了 那我現在就量一下實質的數字 給大家看啦 頭頂高大概13cm左右 好 這樣R1和RGun的Gimmick和Pax 都跟大家看過了 那這兩盒東西呢 就成為 嘔嘔嘔嘔嘔嘔 五百六十七元 訂的時候 不知哪來的勇氣 這樣拿的時候 又沒有確實看過尾數是多少錢 到拍片這一刻 要看多少錢就發現 嘔嘔嘔嘔 成五百六十七元 會不會太貴呢 即是這兩隻狠屎的東西 收了差不多六塊錢 吹翻雲 大概二百多元 挖近三百元一隻 其實呢 to be honest 你買一隻MG來說 都不會太差的 以MG膠的質素 技術的含量 我猜怎樣都比這兩隻多的話 真心買這兩隻東西 一隻 二百多元 就相當不值 SMP膠 是廢膠 就是不變的定律 我不會像MK哥那樣 騙自己 不是呀 一些膠進步了 有瘟 都是這樣的廢膠 一看上去就知道它的膠費 所以我覺得CP值極低極差 特別是R1 各方面的表現都遊走 在那條合格線上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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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R1的感覺是很差的 反而R1你可以獨立買 我覺得反而OK 你當它超級英雄作戰的主角機買 就獨立一隻玩 跟SHF玩 起碼你不用買老千那隻一千元 反而R1我覺得可以單買 到這一刻為止 我的心情都很複雜 我都還未能清楚地知道自己 訂不訂R2、R3好 大家可以不妨留言給我一些意見 即是兩隻東西 你說它差到貼底 它就不是 都有些可取 你說它很好 就更加不是 一個很尷尬的情況 唉 不知如何好 但如果未落坑的朋友 就可以參考一下 就真的我有點而勸退大家 正正經經上亞馬遜 買一隻千隻鏈的SRX 好過了 現在日元紙水雖然高一點 但現在還算划算 而且SRX好像跌了少少價 在亞馬遜買是比較划算的 真的我覺得 如果你很想有一隻SRX 我是推薦老千 這套類的廢膠組合 要2,89 我覺得是LOTOK 因為你想想 二千多元 你買到最新的 Perfect Grade 那隻RX-78 那隻的技術含量 我想怎樣都比這套東西 對吧 大家可能會覺得 玩超級機械人大戰的產品 就沒有了MK 就好像差一點 我也覺得是的 它又多功能 多節目 就很難約它 不過我跟它沒有不和 大家不用有任何猜想了 因為昨天才跟它看完電影 我跟它Facebook 又沒有unfriend 有它的影片 我又沒有轉為Pivot 我很尊重MK歌 所以我跟它的友情是沒有問題的 不像有些小舟 一反就反轉了 我都約了它之後 會拍超合金雲 即是R版的大讚卡 不過可能就要久一點 要等它真的有時間才拍 再算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下集再和大家玩其他玩具 就這樣 拜拜